一個非常適切而且巧妙的結合非常成功 另一方面過去他在擔任五十議員的期間 對於包括環保衛生警政也非常關注 所以對相關的業務也相當熟悉 所以接下來很希望能夠透過他的專業 他的創意發想 將客家文化持續的推廣到台北市門的角落 但是就是在英偉的這個部分 其實還是有民進黨的議員會說 台北市沒有人了嗎 又或者是說他過去可能對議員有很多交鋒 會說他脾氣火爆你覺得呢 他在現場你可以問嗎 我覺得最重要其實青年局未來的業務 其實橫貫非常火光 我們希望透過像英偉過去也有青年陪你豐富的經驗 未來能夠對青年朋友各項的心聲議題 能夠全面的推廣 另一方面其實剛剛談到 我們很希望能夠給年輕朋友更多國際的經驗來拓展 年輕朋友的福氣視野 所以我們也特別在青年局向下成立了國際發展課 我想未來都會借重 因為他的經驗 當然我們也會透過整個青年局的團隊 讓他全面推動年輕朋友的業務 這個課委會是由周易熙要來接任嗎 對 那他是就是有說是最年輕的 然後也是女性 那是不是要提高這個女性格允的比例 很高興有這一次我們課委會能夠邀請到周易熙來接任主委 他非常年輕 今年才33歲 那他是在雙北長大的桃園新屋客家子弟 他除了會講一口流利的客家話 另一方面他過去公務的經驗也算從總統府一直到立法院 那我們很希望透過他年輕活力而且衝勁 以及對於客家事務的了解 能夠很快的來推展各項的業務 那這個青年局是不是也跟這個選戰的佈置有關 因為宛榮接下來是擔任機要 那未來有沒有可能也投入藝人的選戰 我們其實人事安排最重要整體考量 是讓整體市政的推動能夠非常的順利 而且符合市民的期待